就是我們要知道自己的想做什麼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然後去特製自己的需要 今天上課其實在講那個對不對 一開始是講海洋之星 就是講到要把星放到對的位置 然後還好後來就是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就是 靈修六原則 然後就是 這六個月就只有他賺的意義 然後最後看到那個 那個郭東修的那個影片 真的覺得他真的是很偉大 可以為了而只有這樣子的意志力 然後就可以堅持 那個這條辛苦的戒毒之路 喔 好 有時候我們會因為一些 就是社會上的舉動 然後然後捨去自己原本的內心 然後就會越貓越來越善事 然後會變成為了迎合別人的想法 而去捨去那件事 但這是不對的 我們應該要貫徹自己的信念 然後遮三步 然後做自己覺得對的事 這樣的話社會才會變得更美好 就這樣 然後就是我學到的東西就是 就是為了自己愛的人 然後改變自己 對 願意付出那件事 對 好 這堂課應該最重要的就是說 靈性居生之星河 然後其實 喔 我還蠻壓抑就是會介紹 會介紹時速列車的 因為其實像我媽就不會讓我看這種電影 對所以我其實 稍微知道 但是我不會去看他這樣 還好沒有很恐怖 你至少放出來的部分沒有 然後 然後讓我們了解到一些事情 然後我覺得今天我覺得 最最特徵的是 是那個動畫大哥的啦 就是 我覺得 他 他真的好偉大 要停嗎 不行 沒關係 就是 就是他 他的意識力很強 不是所有人可以做的 好 好 先這樣吧 今天我們上課就是有講到人 為什麼要活 然後為什麼活著 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還沒有想得很清楚 但是 我覺得 成為一個 有靈性的人很重要 就是因為有很多人 你看他們可能考上很好的大學 他們會成為一個很厲害的人 但不會成為一個很值得尊敬的人 但我覺得 像小東瓜那樣 就會 很值得尊敬 就是 就是他可能 不是有學歷多高啦 還是什麼 但是 他是心 就是他是有很 不有他的思想啦 什麼的人 然後小東瓜 跟東瓜大哥 都住在我家附近 然後我也有借他們的書 然後看他們也跟什麼什麼的 所以我就覺得 看那些東西就很有感觸這樣 然後他們 也改變很多我對生命的感觸這樣 謝謝 第三次 你會想說 你會想說 我也想說 你會想說 你會想說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 我會想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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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